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找不到人的陈启玉 大学时期参加过学运农运 也曾经是民进党立委和中央执行委员 当过陈局在高雄市的副市长 后来当上台延董市长 台延绿能董市长 政治之路就算没有一路亨通 也赢过87%的政坛人物 直到去年被爆料 自家农舍违法改建成豪宅 陈启玉就此宣布退出民进党 资本额3.7亿的台延绿能 2023年光这一年就亏了两亿五千万 台延绿能在当初董市长陈启玉 他在2020年的时候 竟然自己私自引入了四大名鼓 他们搞了什么事情呢 其中红辉公司是土派公司 拿着台延绿能的招牌在外面收听 结果所有的利润不是净台延绿能 是净鸿辉公司 是陈启玉的儿子任职的公司 为什么台延绿能会亏损 亏国家的 赚都赚这些什么 绿油油 鸿辉公司也直接承接了 益主土地开发案的合约 金额五千九百万 这个合约也有问题 这个合约依照规定是要经过台延统治会核定 根本没经过台延统治会核定 台延绿能陈启玉就自己干 可以这样干吗 太厉酷了 天下第一的境检 当然也有揭露相关案情 根据景周刊报导 陈启玉等人跟鸿辉等公司勾结 透过土地开发费 与施做光电工程等手法 掏空台延绿能大约11.28亿 检调还查出鸿辉公司会给陈启玉 大约五千万新台币 居然还有业者帮陈启玉 还了约两千万元的债务 听说这个人 真正是接政党的高债 我有接到金额 听说他要走 我现在正式给你基额 我的正式是说 他准备要落跑 因为我对案件 我是不干涉 不知道不介入 如果说委员这部 有比较具体的一个情绪 我们是可以提供给台南地检署 六字大吉 酸 10月台南地检署发动搜索 并申请欺压陈启玉等五人 皆遭到台南地方法院驳回 五人全部无保释放 检方提抗告成功之后 原定10月31日要再度开击押亭 但遇到台风延至上周五 然后就没有人后了 陈启玉早就不见人意 检警调加海巡署动员数百人追气 今天是陈启玉消失的第四天 检察官已经发布通气 明明已经有桃园台北的示范 先邀请嫌疑犯来问话 记得搜查住家坑党办公室 积压被驳回药火速上诉再上诉 成功积压两个月就可以慢慢查 然而南姐的作业还是抄得太慢了 台南地院你是错的 你既然让人家回去 那你现在来讲的话你怎么办 台南真的是一个很魔幻的都市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议长选举 竟然可以无罪 台南地方法院问题很多 你那个政府议长会选 都已经资料这么多了 你上车威胁人家也这么具体了 台南地方法院可以一讲无罪 就说无罪 奇幻法院 他很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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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 18-22 18-23 升冠軍 11月8日到11月10日 總決賽即將在新莊體育館開打 決賽三天都有豐富好康可以抽獎 10日當天還有鑿鸟裡可以領取 歡迎親朋好友們一起來共襄勝局 創造屬於我們的電競回憶 柯文哲严压 今年延烧许久的金华城案 剧情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停滞 男主角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9月5日到土城享用积压饭后 小草们持续高喊司法不公 媒体与政论节目天天做法 每个都说证据一刀毙命 但时间已经过去60天 这把起诉刀却从未砍下 只好请阿贝再多住几天 10月25日检察官决定申请严压 不出意外当然也没有任何意外 上周五台北地院审礼后 亲手送上万圣节大礼包 裁定柯文哲自11月5日起 再延压两个月到明年1月4日 柯文哲的王牌律师团听判后 神色凝重离开北院 而裁定理由也曝光 法官依目前卷证资料 表示柯文哲涉犯5年以上的贪污罪 加上有共犯未到案 认为柯文哲有湮灭证据 逃亡或勾串共愤证人之余 因此裁定延压境界 我想走到今天 所有关心柯文哲主席的人 大家都会希望 主席这一次能够点头 让律师团依法提起抗告 我想要再说一次 让柯文哲主席多被关押一天 真正受到重创 是台湾司法的攻击力 耶 我都会了 在那叫什么 另一边的前台言律能懂作 管他必案审礼中又怎么样 人都落跑四天了才被通弃 反观柯主席的最高规格待遇 不但包吃包住 还自动帮你延长退房时间 这种服务现在哪里找 请国超委员不要太不满 还不快点谢主龙恩 至于北院口中的共犯 外界认为应该就是那位 只闻其明确还不见其人的橘子 柯文哲贴身帐防徐指瑜 上个月被爆出逃往日本 现在自由时报又有新故事 爆料其实橘子目前人不在大阪 早在10月初就逃往澳洲了 回顾橘子出境时间 殷小薇被简连带走那天 橘子火速直飞日本大阪 检方多次传唤未果 上个月25号发布通气 但据了解橘子早在10月初护照被注销前 旧池观光前入境澳洲 推估可停留到明年1月 现在的柯文哲 就像是拥抱土城的吴伟雄 橘子恐怕就是跳到 澳洲继续躲避的袋子 第一次可能是刚好 但他这个逃跑的行为 已经是第二次了 我觉得这样的巧合就不是巧合 这样的巧合一定是安排好 始终不愿意回台接受调查 不知道底为何而逃的橘子 是否有涉入京华城蔽案 又或是手握什么关键证据 各家民嘴都讲得头头是道 白银人物却都说窝不知道 身为老百姓也只能物理看花 非简则端出官方说法 侦查中不予评论无法证实 以现在台湾的这种司法的水准 谁敢回来 你即使没有罪 你一样啊 积压啊 开始再来开始收证啊 收证一样 你看柯文哲也是这样子啊 那你有跟他取得联系吗 我当然没有 其他人我不知道啦 我当然我没有跟他联系啦 我跟他是不熟 而白银遇到的下一个挑战 8月底因为政治现金风波 向党部请假三个月的阿贝 如今在土城戏份还没走完 势必会超过请假期限 民众党持续群龙无首 也让代理党主席议题再起 到底是可达鸭继续领头 还是大中央已经准备进化 各派人马都有自己的打算 我会选择黄国昌 他从时代力量 来到我们台湾民众党后 可看见他的表现 还有他的声量 带进我们台湾民众党 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我当然是支持黄国昌 当代理主席啦 应该这么说 党中央到底对台湾民众党 未来怎么走下去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有必要 跟全国老百姓来做一个说明 如果党中央有需要 我差别出来效力的地方 我当然是义无环顾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 请容我再说明一次 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T1夺英雄联盟世界冠军 现代人就算不打楼 也一定听过英雄联盟 就算被队友雷倒气坑 许多人也还是会关注比赛 英雄联盟S14世界大赛冠军战 从台湾时间周六晚间打到凌晨 有LCK韩国老牌战队T1 对决LPL中国第一种子BLG 也是时隔11年决赛再度出现 由5个中国选手组成的全华班 5战3胜的前三局 BLG以2比1领先取得赛末点 最终结果成如大家所见 T1开局不利 T1昏招频出 T1陷入苦战 T1垂死挣扎 T1全盘崩溃 T1败局已定 T1发表获胜敢言 结果拿下8楼 BLG也想要来抓宗斯 这人死定了 宗斯第一时间能扛 家里又要过来支援了 直接站到正中心 LK开出了一个近人 往前一旗是起到了菲克 不过菲克还是蛮硬的 后面盖了一个浩劫将领 菲克是幻天的凱撒 这里又串了一个灭龙一击 顶的话是顶到了三人 但后终还被重击而死 最后的话T1 这里再用近人捅一点时间 菲克撑住了 这能不死 Legers never die 好烦 怎么可能不死 菲克 T1所有人都一主宝 打破沉重的压力 新的历史 即将战胜 T1 2024世界大赛 中冠军 我们真的不得不佩服 菲克 老鬼 28岁 这种操作 太神了 去年T1就因菲克手伤陷入低潮 但仍在季后赛重整旗鼓 取得亚军 并于世界大赛风光夺冠 今年T1在夏季赛又频频失误 甚至差点进不了世界赛 仅惊险拿下赛区第四种子 实力备受外界质疑 然而世界赛的T1再度发威 先是在四强赛击败 在战G 终结了T1对决 战G的十连败 冠军战的对手 BLG也不容小觑 因为他们在八强赛就以3比1 把LCK夏季赛冠军韩华给送回家 总决赛T1落后的关键时刻 绝境里相赫战了出来 Faker aka英雄联盟的神 中路选手的GOT 不死的大魔王 LPL永远的噩梦 触发绝境BUFF起播非人类的操作 让所有跟直播的观众都看傻了 以BLG的角度来说啦 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了 但是这个Ring probability好像是 比较看好T1这里一点 啊 AI吗 但我真的觉得右边这阵容 是宝牌随便打呢 Faker也在绕一技能练到瑞空 回神开团 一空再困到两人 这波来是Faker的晋级 后续搭配T1的一个控制 是直接打下了Alk的人头 这里还能在伤 Faker战了出来 那是Shot Down 其实他那个数据看来一定是我的道理 谢谢老山 还得是你耶 Faker史无前例也很可能后无来者 靠实力戴上第五个冠军戒指 完成第二次的二连霸 当之无愧笑那生涯第三座FMVP 也顺便达成了世界赛500莎的成就 初到11年来遇过挫折也绝望过 当所有电竞选手都在进步 只有Faker一个人退化了 退化成10年前那个 反应跟操作都在巅峰的自己 更像世界证明只要还有梦 电竞选手的年龄不是问题 本次世界大赛总决赛 打破电竞赛事史上最高收视率 超过694万人次同时观看 统计数字还不包括中国平台 NX 而LPL回为4045篇 以全华班之资打进决赛 当时的对手正好是SPPT1 也是Faker出道及夺冠的那一年 如今历史再度重演 全华班梦遂于Faker脚下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却在比赛进行到第四局时 便抢先恭喜BLG夺得世界冠军 还没赢就开香槟庆祝 赛后网络上广传许多名音 例如S70的世界总决赛上 老Faker按下闪现后 因身体不知道在赛场 解说纷纷预判今年 是LPL最有希望的一年 Faker问大家耳机都听得见吗 宙斯说可以 Warner说可以 姑妈说可以 Kerry儿说可以 棒也说可以 有网友说T1庆功面上昂没来 大家都不敢动快 看看T1的第六人 是替补选手兼欧洲导游Rekus 第七人BLG辅助昂 第八人则是在主播台上 负责做法的骤言师老山 急这么多人之力就问T1怎么输 来了 开闪 完了 抽到完了呀 循着你 开闪 有些没打闪 后面兵来了 杀姑妈 杀姑妈又死了 来了 家鸟打了半天还没骑过来 就是这一波 Faker你在干什么 杀 家鸟 继续打家鸟 这里没用了没有输出 T1没有输出 T1没有输出 给我杀 没关系 后续还能打还能打 能打 能打 这个他妈的小老子 上老子也是他妈的冠军 我操 百追踪 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 我做了一遍 我做了一遍 事啊 我做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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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